有请主持人赵川 今天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伊贝斯纯击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 欢迎周老师 著名的情感书作家陆琪老师 欢迎陆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 图雷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是分享他们人生智慧的时间了 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你整天说我不和你交流 不求上进 为什么你就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 我不爱说话 是不想把压抑的情绪传给你 你的压抑就用喝酒解决吗 你凭什么对我的孩子要求这么苛刻 你和前夫男同学不断联系 我就好像是个局外人 要结婚你也不同意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这么大的人了还是个妈宝男 都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我怎么能放心和你走下去 听起来是一对情感困惑重重的情侣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范先生 37岁来自河北斯基 女嘉宾阎女士 40岁来自天津 保险销售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是吧 是的 交往多久了 交往一年多了吧 在这小片里面听到了有好多冲突 第一个我听到的好像就是关于孩子的事 是吧 我就觉得吧 教育孩子不应该就是说斥责那种 我觉得教育孩子就有什么事好好跟他说 反正就是观念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你们俩的孩子都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还是您的孩子 我的孩子跟我在一起 他的孩子不跟我在一起 男孩女孩 我家是男孩 这个管得很严 管得很严 多大呀 十四 哎呦最难管的时候又是青春期 咋管啊 就是他成绩下降的时候就特责了 哦 就大声的批评呢 大声的批评呢 你儿子跟他关系怎么样 处得不怎么样 我孩子跟我有微信聊天嘛 跟我说了好多话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就觉得没什么 就是到后来我就感觉孩子那话就说的我就是字字扎我的心你知道吗主持人 我就感觉我在孩子身上特别的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我感觉就是很对不起孩子你知道吗 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些话我也带来了 大家就是说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我说我我今天就是说我为了孩子我跟他就是说真的没法再继续下去了 这是儿子不接受您离婚的事实啊 他也不是说不接受我离婚的事实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不想让我就是再婚找这个人吧 就是说感觉他对他不好 这个反映出两个问题嘛 一个是孩子对父母离这件事是不太能接受的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个好像跟您处理也不太好 是在家里面就阴沉着脸不跟人说话 说话就吼人家 是吗 我觉得吧孩子就应该严格管教 不是你们俩认识也就一年多对吧 人家都长了十好几岁了 您首先得让他接受你才能管教啊 我的孩子都是这么教育来的 这问题不是那个不是您的孩子吗 在人心里人家没有把您当父亲 您只是一叔叔呀 那倒是 除了跟孩子不好 还因为什么原因啊 他们这个人吧爱喝酒 酒量不大吧还经常喝 喝完酒之后我感觉像傻酒疯一样 把家里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的 厨房里的东西能到卧室 卧室里的东西吧 能弄到客厅 我觉得吧喝酒就是为了缓解工作压力 喝酒喝多了 情绪行为难以控制 很正常 那你可以控制不喝呀兄弟 我也在慢慢戒 你这上面是司机是吧职业 是 挺累 挺累 很多职业司机都愿意下班 就我喝两口 但人不闹事啊 就心情不太好吧 不是再说那也不是你自己家呀 说白了 还有一次比较严重 冬天嘛下雪嘛 好像是就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他出去喝酒去了 我怕他也喝多了是吧 我就把他弄回来你知道吗 就是还没有进门口的时候嘛 他就这么一反手 他就想推我 就是想赏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个中心不是没站稳吗 然后就带到那雪地里边 就是我第二天就感冒了 浑身都湿了 为此就是我俩就大大吵了一架 那你们俩怎么就那会儿不借机 就分开了多好啊 他不又求我吗 那件事我都解释过多少遍呢 我说他只是个意外 一直在道歉 不是你别喝酒不就得了吗 是不喝酒还行 不喝酒的时候就跟个木头一样 小片子您我记没记错的话 您也说他是个妈宝男是吧 他以前嘛 他妈妈在世的时候 就是一张他妈妈 什么都不会做 自己衣服也不会洗 主持人我想解释一下 父亲以前工作忙 就是妈妈把我拉扯搭了 过惯了一来身手 半来当过的生活 就是特别依赖母亲 母亲去世之后 就感觉天都塌了 就是心情特别压抑 单独站在你个体的这个层面里面 都能理解 就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段话 我们都理解得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不是站在你的层面 对吧 你现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你不是还有个女朋友吗 对吧 对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就是 女士既然她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看 跟您的孩子是有冲突的 不合的 对吧 对 性格上面有一定的小缺陷 对 或者有一些小瑕疵 对吧 对 然后再加上她的这个嗜好 比如说喝酒 对 有时候可能经常性的这样 就叫酗酒嘛 然后借酒撒风 你应该经历过 是 那怎么还 就求一求就能又回去了呢 也不是说求一求就回去了 知道吗 主持人 我就感觉 就是再组家庭嘛 就是走到一起也不容易 我也不想再 就是说 一人再再二三子就折腾 你知道 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接下来其实我挺想问你的 就看小片的时候 我就没弄清楚 这俩人为什么在一起 我听你说的时候 我就更没弄清楚了 你说他跟他的前夫和男同学 还叫什么 原话我忘了 大概就是没有断干净 是这意思吧 对 还有你认为的 超过正常交往的一个往来 是这意思吧 是 这什么情况呀 就是他跟他前夫 就是关于这个财产分割这块 一直纠缠不清 这是这对跟前夫来往的比较密切是吧 对 来往密切的理由是财产分割没分清楚是吧 对 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嘛 就是我俩也和平分手嘛 就是当时还有一些财产问题没有解决完 见面难免吧 就是毕竟我跟他之间还有一个孩子嘛 孩子抚养问题 他也要弄到十八周岁嘛 不是 我方便问一下您为什么离婚吧 我俩就是也是经常吵 反正就是最后吧 就是感觉他不合了就分手 哦 听明白了 就是现在跟前夫的往来 还是在纠结那些财产吧 对 离婚多久了 离婚好几年了吧 那这财产还没纠结清楚呢 不是 当时不是有一道房嘛 有一道房不是以我的名义贷款买的吗 贷款还有点没还清 所以就是经常就是在一起 会那个讨论一下这个财产问题 往来挺密切 不是 也不是说往来很密切 他就是怀疑 行 那男同学呢 有一回我看见他和男同学聊天 互相发照片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俩可能有暧昧的关系 这个男同学嘛 就是那层同学聚会 就是我去了之后嘛 就是他给我打电话 我一看是他的电话我就接了 第一时间我就开了免提 然后他在对方那边就 直接就吼过来了 就说到现在你还不回家 当时我就懵了你知道吗 我就感觉好尴尬 就是在同学面前呢 同学就问我是谁呀 我都没好意思说是我男朋友 我就说是一朋友 那个有事找我 我离婚就回家了 那天我连饭都没吃 回家我就大吵了一顿 这个男同学嘛 他之后就问我说 跟男朋友是什么关系 大学同学也不错嘛关系 我就当时加了微信 但是我跟他聊天记录 我也给他看了 就视频也好 照片也好 我都跟他看了 他嘛 家庭条件不错你知道吗 我呢是干销售的 我是干保险行业的嘛 我就感觉他可以在我身上 上市保险 就是我可以在他身上 就是挣点资 听明白了 您倒是挺坦诚的 对啊 他家庭好 能长得又算 我当然有压力了 你说他要在我这商份保险 不应该是我的工作吗 四天两头的聚会 不是 你看不惯 他的行为方式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人结婚呢 我也特奇怪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吧 是缘分 在一起不容易 居然到一块了 就慢慢磨合呗 方便问您为什么离异吗 我离异是双方父母家庭 有点小矛盾 出现分歧的 关于看孩子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是你们的情感不好 对 有点 您今天来是要跟他分手 对 您今天来是不想分手 对 不想分手的理由呢 就是在你面前这个女士 你为什么一定要娶她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喜欢她呀 就除了你喜欢她 还有别的吗 我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挺不容易的 行 你看啊 现在这个 你向她提出了 结婚的要求对吧 对 提过几回啊 有好几回 她一直拿 买车的事 在推多 她就说这个 车还没满呢 咱们结婚的事 就在推推 完了当时老父亲 重病嘛 就花了好多钱 谁老父亲重病 我老父亲重病 我说车的事再等等 什么车 买个代步车就行 哦 代步工具是吧 对 我以为是您是司机 要买一个生产力的车的 能变钱的车 就是一个 所以您认为 她不愿意嫁给你 是因为一辆叫车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她太物质 你看啊 她跟前夫又纠缠不清 她又物质 赶紧离开她呀 所以我也很纠结 我就想来这节目 请老师跟主持人 就 我就特别想问问 就是您是不是还舍不得呀 舍不得也有 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 你能告诉我们 就是对 您的矛盾来自于什么呀 我不想的就是 就是再折腾了你知道 我就是毕竟 我是二婚吗 在楚努家庭 你说孩子 本身就已经受到一次挫折了 让孩子再受一次挫折 我就感觉 我就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就是说 行 我再问问 你们俩谁收入高一点 我 您收入还比他高 嗯 那不就是妈吗 又养着又伺候着 那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了 找一个人伺候着自己 挣钱还比自己挣得多 我就有点不甘心嘛 不甘心什么呢 就是当初对他挺好 后来就是出了 这么多档子事 你们指的出事 就是指你跟他儿子的关系不好 对吧 对 我估计可能有一些争吵 对吧 是 然后加上你喝酒之后的一些 不理智的举动和行为 对 两个人都说了 我们都舍不得 但是确实这个感情存在 让我们觉得挺难受 挺痛 对 我们这外人听起来 如果说有一段感情 有一个分手的理由就足够了 你们两个必须分手的理由 至少占了一千个 但是有的时候情感就是这样 虽然很理性地说 我们该分手 但是真的让你们分的时候 又觉得好像下不了那个决心 是这意思吧 对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年轻人的爱情 都是名枪 你给我一枪 我给你一枪 这枪特别容易走火 因为在那个时间里 爱得炙热 爱得单纯 中年人的爱情像暗箭 彼此在较劲 表面上不露声色 但是心底里都已经各自有了防备 听到你们俩的这段情感 似乎让我觉得 你们其实都不是对方最满意 或者说比较满意的选择 就像你们说的 在这个时间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遇到一个人其实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你们彼此在将就 这种将就让彼此的心里都挺不甘的 但是往前一看似乎又觉得茫茫人海 满世界的人也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 就这么拖着熬着 我是一个母亲 我觉得看了孩子的那段话很心疼 不仅仅是对父母生活的一种失望 对母亲抉择的一种失望 更是对自己无能为力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一种失望 所以作为母亲 我很心疼这个孩子 我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更多考虑孩子的感受 因为你对于这个母亲来说 并非是好的选择 在这种前提下 我一定会率先考虑我孩子的感受 我要让他得到更幸福 不能说美满 相对圆满的一种结局 对于这位先生来说 你在寻找母亲 你还是一个孩子 但是明显 这位母亲不是你心里设想的这个 这样一个形象 这位母亲她还有自己的前夫 还有自己的男同学 她还有很多社交的层面 她还要养家糊口 她和你真正意义上的母亲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也要三思 我不觉得你们俩 现在的将就会成全未来 谢谢 好 谢谢周晴老师 陆琪老师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 就是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不好找 特别不好找 然后他又有那么强的需求 最后导致的底线啊 就变得无限地放低 可以不断地去容忍对方 因为觉得我忍一忍 可能就过去了 我都离过一次婚了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 好像有种种不合适 但是好像两个人始终都在忍 在给对方机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位先生啊 你是一个典型的 叫自我压抑的一个性格 自我压抑的人 就逃避你吧 你的精神支柱垮掉之后 你就陷入了一种封闭 和自我麻醉的一个状况 就因为你的世界 你的生活垮掉了 所以你在逃避这个世界 怎么逃避这个世界呢 第一个我把心封起来 第二个我不断地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我不用去接触那么多 生活和社会上的压力 这是你现在的现状 也是你们两个人 所遇到的现状 你希望找一个人 可以帮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分担生活的压力 但它本来就是一个 靠着麻醉和自我封闭 来逃避生活的人 请问你们怎么忍下去呢 最后我给先生就是一句话 我们中年人的精神支柱 就是我们已经成为别人的精神支柱 就是因为我们是别人的精神支柱 我们才能这么撑下去 所以你就好好想想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卢琪老师 莎娜老师 二位好 这婚肯定是不能结 你是觉得跟他在一起 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你知道对于孩子来讲 完整的家是什么吗 完整的家就是 两个人感情也好 然后对于孩子来说 这个也是挺好的 对于孩子来说 完整的家就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爸爸和他唯一的妈妈在一起 你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和名义 我要给他组成一个完整的家 我为了儿子 如果你真的为了儿子的话 那你就回去复婚呢 你完全是从你的角度 出发和考虑的 而且通过刚才你跟儿子的 这个微信对话 我并不觉得你们母子关系很好 我觉得你现在首先要紧急 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你和孩子的关系问题 你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过 孩子在想什么 孩子仅仅是因为斥责吗 不可能 他抵抗 他反抗 到底是在反抗的什么 一个儿子能跟妈妈说 那你自己去寻找你的幸福吧 我要离开你 他内心埋了多么怨恨的一颗种子 十四岁是青春期 这个时期的过渡很重要 尤其是男孩子 我今天听到你们整个的这个故事 到现在我比较担心是你的儿子 你们如果能够分开 就是从这个沼泽当中 把自己救出来了 如果不能分开 继续再往下走 就是深陷这片沼泽出不来 你们无非就是出一个沼泽的问题 但是那是孩子的未来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挺扭曲的 明明很痛苦 明明没有一丁点爱的表现 和爱的付出 你们说想要继续在一起都不舍得 可是你们不舍得 做出了什么努力吗 为这段感情做出了什么改变吗 没有 那还谈什么舍得不舍得呢 我觉得 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我就是一个忠告 千万不要结婚 不要再把自己推向一片深渊了 谢谢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来 图老师 你的儿子在微信当中形容 你和他都是用这两个称呼 你 他 而且言语当中极静冷漠 他说我不喜欢 他对我吼 对我叫 我讨厌看见他坐在沙发里面 满脸阴沉的样子 从这段对话当中也看得出来 其实儿子 表面上反感的是他 其实心里厌恶的是你 在这样一段对话当中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妈妈 都是说你 她 甚至我看不出 单亲家庭母子之间的那种 情深异常 我相信如果 他不跟你的孩子发生矛盾 如果你的前夫 跟你们之间还没有来往 也没有什么同学的事情 他一定是个特别温暖而顺从的人 是吗 还行 就他不吃醋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 因为别人而那么客气地想要 管控你 占有你的时候 他是不是看上去还挺温暖的 但是那是不正常的表现 一个人正常的人生态度 恰恰是应该是在复杂的生活当中 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的过程当中 一种稳定的对你的态度 但是你自己也有问题 你母子之间的关系有问题 你跟前夫以及社会关系 你也需要进行调整 所以你根本不是在结婚的适合的时候 至于男方 其实你根本不具备 做一个父亲的能力 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 决策都没做好 更比说做一个继父 即便你要结婚 也不适合找一个再婚的女人 带着孩子的女人 那样的话你也痛苦 别人也痛苦 所以带好你的孩子 你结婚未必要孩子同意 但至少不能让他恨 如果这个关系都调整不好 你不要接纳一个男人 至于你 我觉得你好好的去看看自己的孩子 你母亲走了 你父亲走了 那是你唯一的亲人 所以你应该在孩子身上 找回自己一个做父亲 做男人的影子 这是你当下要做的 我告诉你别的女人也好 结婚也好 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 更多的温暖 但至亲可以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成年人 想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吗 想啊 想不那么累吗 在这一本中的温暖 我让大家看有什么样的 我还会看 你还会看 就是你 我还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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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看 你还会看 我还会看 你还会看 你还会看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听了导师们的一些话吧 就是我感觉 认识你 也挺开心的 就是也挺感谢你的 就是照顾我了一段时间 就是以后呢 你也可以遇到 比我还好的 反正我觉得 咱俩还是不合适 分开吧 我觉得听完老师 跟祖先的建议 祖先呢 就是跟孩子道个歉 就给孩子带来 那么大的创伤 我没想到就是 一点小事 就可以孩子带来那么大的 我觉得特别需要重新站起来 作为一个男人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如果他们真的通过咱们的节目 能把这事给想明白了 并且在生活里就真的这么做了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可能就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就是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才能够有可能对周边的人负责 否则对别人负责 一定是一句空话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下载 金月AP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别聊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金月APP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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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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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打赞 订阅